乘搭着独木舟出海却差一点被浪给冲走回不了岸边 苏澳海巡队在24号傍晚获报 有三艘独木舟漂流在豆腐甲海域 因为浪太大加上体力不支 这六位民众没有办法划回岸边 立刻就派人前往救援 还好最后他们都平安获救 民众奋力划着独木舟 想往救难人员方向靠近 却被海浪越冲越远 画面触目惊心 海巡人员大声呼喊 但民众已经没力气滑奖 幸好经过一番努力 所有民众都顺利获救 事发在24号晚上6点多 豆腐甲海域附近 有六位民众分别搭乘三艘独木舟出海 没想到却因为风浪太大受困在海上 苏澳海巡队获报后立刻派人前往救援 过程中虽然民众已经无力滑行 还差点被海浪冲走 但最后海巡队员还是成功 把所有民众都救上巡防艇 并将独木舟脱带回港 六个民众巡安 立刻将人员救援至艇上 那在18时53分平安返迪 除了男性安检索 暑战期间海上活动